关于胆囊吸肉多长时间会变癌的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都很关心 因为这个胆囊吸肉它属于良性的疾病 而胆囊癌呢 它是恶性的疾病 而且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在很多的病人在做体检 或者是有右上腹的不适 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B超会发现有胆囊那个吸肉 那一般情况呢 这个胆囊吸肉呢 它分为真性吸肉和假性吸肉 真性吸肉就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个 它确实是一个吸肉性的一个病变 而且它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有可能会转变为癌 对于这种真性吸肉呢 我们建议呢 是在一公分以下 这个吸肉的大小在一公分以下的话 我们是可以随访观察的 如果这个吸肉 它超过了一公分 这个它恶变的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 像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处理 需要做胆囊的切除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假性的吸肉 那么所谓假性的吸肉 其实本身它就可能是一些 结实性的一个病变 比如说这个胆道的一些腹壁的结实 而且结实的它这个性质来说 它比较松散 所以在做B超的时候 它的回升和胆囊吸肉是相似的 有可能会把它误诊为胆囊吸肉 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 像这种类型的这个吸肉呢 它属于假性吸肉 那假性吸肉呢 原则上它是不会恶变的 中文字幕制作为大学 对于发生的支持明镜 里面有什么时候 这种情况下 几率都可以 al这种情况下 和可以